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 变迁二 演播余扬 冯公 王太尉走了 冯从义冲问话的会员点点头 他记不清此人是谁了 只是有些面熟 刚刚送走 汇朝 王太尉走了 冯从义又点头 刚刚去车站送走了 从冯从义进门到他抵达的会馆主厅 百来不露 多少人的询问都是有关王中正的 毕竟是从京里退下来的大招当 手握兵权多年 众所周知 他是韩刚在宫中的盟友 地位极高 功劳显赫 有定策之勋 若非阉人之身 叔父都不在话下 现在到京兆府养老 自然是受到世人瞩目的 前几日 冯从义率领一干商会大佬 摆开宴席 款待王中正 许多会员没有资格参加宴会 但也是关心的 不过 也仅止于关心 真正了解 王中正 吸来内情的成员 还是在主厅中 真正有资格 与冯从义共议此事的成员 也都会在主厅中 冯从义走进主厅 巨大的圆桌就在大厅中央 他环目一扫 圆桌旁的每张座椅上 几乎都已经坐上了人 有商会成立以来 就没有离开过的金家 也有七八年前才进来的崇家 但他们都是万余商会成员的代表 还是商会的决策者 当他们看见封从义进来 纷纷站起身问好 封从义连连拱手回礼 一路走到他们在圆桌离门最远的座位上 雍勤商会的总会馆就在经兆府中 相较于商会的财力和势力 修造于二十年前的会馆 现在已经跟不上商会的发展 显得过于局促 不过商会的成员们 都没有将总会馆扩建的打算 商人这个群体 千多年来一直都是被打压的对象 一向是秉持着门声发大财的想法 即使雍勤商会的势力庞大 其中又不乏贵人 但绝大多数高层成员依然保持着低调 如今并非是大会期 不过大部分理事都从全国各地赶回了经兆府 王台卫已经走了 当冯从义坐下旁边附会手探头过来 问了一句同样的问题 刚送走 说是要趁还有力气走动 把关中名下拢幼干粮都绕一圈 冯从义点点头 依然心平气和地回答 而且还多说了几句 附会手嘖嘖赞道 此老可当真有闲情意志啊 冯从义道 好歹苦了几十年 林老了 出外走走 也不算过分 附会手直摇头 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饿了三天的乞丐 看到一位身前摆了满桌子菜 却在叫着没出下筷子的妇人 两阵节度还叫苦 天下还有几个不苦的人呢 还是苦的 坐在这位附会手左手边的 是另一位附会手 拥勤商会中总共有十七位附会手 三位名誉会手 这一位在附会手中排在第三 他露出神秘的鬼笑 想想这两阵节度是拿什么换来的 换 第一附会手首先是一愣 第三附会手笑问 不苦吗 第一附会手苦笑着点头 哦 是苦 是苦 第三附会手见其点头得意一笑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见冯从义轻轻敲了敲桌子 哒哒两声 他立刻就收起了笑容正经起来 留点口德吧 他是我们这边的人 冯从义叹了一声 暗自摇了摇头 不管做了多少阉人的身份 总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 即使是冯从义在与王中正来往的过程中 也是觉得有些别扭 真不知道他的兄长是怎么才能让王中正对他心服口服 王中正在经理就听韩刚的话 至是出京之后 依然是听了韩刚的建议 准备在陕西多走走多看看了 完全待不住 在经兆府歇了几天之后 就说要趁现在还能走动时 多看一看关西的风土民情 按他的说法 打算旅游的不仅仅是在关中 还要去农幼 不过这要看到几个月之后了 王中正自己规划的旅游线路 他离开长安经兆府之后 就要先去沿州 从当年的罗武城那条路 一路走到银下之地 然后再往前去兴陵 自兴陵往兰州有一条铁路 就在黄河北岸 刚刚休息不久 而且铁路总局正准备修建设计一座 在兰州跨越黄河的铁路桥 以便那条路能直接接入兰州城邦的 另一条线路 不过这要好些年之后了 到了兰州之后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王中正还会往河西走廊走一回 看看老朋友 冯从义从他那里听来 说是玉门关外的风景 只在诗书中读来 却一直无缘一见 王中正当年干凉路也走过了 不过到了宿州就回头了 没有继续向西往瓜州沙州去 当然也没有去游览过古玉门关 等他从干凉路回来 将会由兰州走青塘县 经过陵西返回关中 这一趟就算是全程走马关花 也要两个月之久 走得慢些 在路上就得停下来歇一个冬天 等回京兆府时 说不定就要明年夏天了 冯从义对此很担心 这一趟西北游 莫说年岁如王中正这样的老人 普通人在路途上奔波两个月 也会大赶吃不消 但王中正坚持要去 冯从义也只能依从他的决定 背后派人一路飞马传信 将王中正要经过的州线 全部都通知到 让他们好生准备 一想到王中正要一口气 走上几千里 冯从义就想叹气 好生在京兆府休养该多好 就是要走动 也没有必要走那么远嘛 听说会手把子武镇外的一座庄子 送给了王太尉啊 又有人问道 王中正在京兆府有一座宅院 乃是出京前 面对太后时所赐 冯从义又送了他进中南山的一处田庄 那座田庄在京兆府中名气还挺大的 望山临水风景绝佳 又有上田十余寝 沟渠密布 水车风车林立 每年的出产绝非小数 是寒家在京兆府最好的产业之一 但冯从义随手就送出去了 真要说起来 这手笔并不算小了 但庸琴商会的资深会员都能拿得出来 不过商人们 对外付出好处 没有利润拿回来 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可是现在 没有几个能想明白 冯从义如此大方 是准备拿回些什么呢 而冯从义 只是想让他兄长满意罢了 每隔两三天就要互通一次信件 冯从义很了解他的兄长 对王中正的态度 只是愁赏功劳 一座田院还嫌太简薄了 当最后一个人走进厅中 47人坐满了圆桌旁的所有座位 冯从义随即就开始了今天的会议 想必在座的每一位都还记得 家雄当年许下的诺言 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会议的主题 其中有三分之一得到了冯从义的事先通报 保证能够维持住会议能如愿达成协议 所以冯从义没有多做寒暄 几句闲话过后便直奔主题 但是有很多人都觉得 家雄最终还是会设法留在朝堂上 所以我就直接说了 家雄从来不会食言而肥 更不打算用其他手段留在朝中 他并不打算愚弄世人 所以家雄他会在明年的大议会会期前 辞聚相位 会议厅中立刻就沸腾了 冯从义的话就像比烧红的铁块直接丢进水缸里一样 一下子就把众人心中的忧虑和疑惑给引爆开来 但是如果你们了解过家雄的为人 就应该 一直以来 韩刚辞相的事 看起来都是在说笑 以韩刚的年纪 三五十年的宰相不做吗 但谁能想到 这件事 韩刚一直记在心里 而且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 主动要求离开 这不可能不引起 遇会者的恐慌 韩刚是雍琴商会最大 同时也是最硬的后台 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的直点 如果没有他以自身的声望 集合各家豪门投入商会 如果没有他在官场上方方面面的照顾 雍琴商会绝对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反过来 雍琴商会在各方面 都对韩刚和他的派系 竭尽一切的给予了巨量的支持 这使得韩刚能够维持住他手下的那张网 一旦韩刚辞位 被安排到其他地方任职 京师里面做主的可就是张顿了 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京师 京外各路都会听从张顿的吩咐 甚至作为韩刚自留地的关系 都难以抵抗宰相的命令 因而冯从义在这些资深会员 商会理事的脸上看到了不满 甚至还有愤怒 韩刚的词相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背叛 相公退下来之后打算做什么呀 还会留在京师吗 是不是要回关西呀 七嘴八舌的询问差点就将冯从义给淹没了 收一收这些不知所谓的问题 一名附会手上来驳回了之前所有的疑问 他坚定地问着 相公现在打算做什么 此问一出 一切嘈杂都消失了 韩刚打算做什么 这是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之一 而另一个问题 相公辞位 商会该怎么办呢 当韩刚辞位之后 压注在张顿身上的当不在少数 即使是铁杆的反对都唐派 也是会投效张顿的 只要他们能够窜的张顿 对关西下手 韩刚也只能反击 两人就此反目成仇 救党的出头空间终于就要来了 即便没有救党 韩刚这一戏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冯从毅在议论声中抬起手 少安勿躁少安勿躁 让从毅给各位好好分说分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变迁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载质天下变迁3》 《载质天下变迁3》